有心人免費派口罩 希望可以解釋市民的言微之急 馬澄請說 長長人龍牌口罩 最近大家都見慣 不過這次是免費派 荃灣這間西餐廳 預備了1000個台灣製口罩 給有香港身份證的人拿 限拿3個 派口罩原本留給員工用 但說情況緊急 決定派給市民先 長者、小朋友都一組排隊 婆婆很開心 今天拿到3個口罩 買不到 排隊也買不到 很好 很幫助香港人 很感謝這些良心小店 我極力反對那些 是700元然後50個口罩 麻煩 店舖還預備了檸檬飲品 給來拿口罩的人 說希望他們增強抵抗力 有良知就會做的 不需要炒口罩 這些我覺得是必需品 應該是政府派的 但他們做不到 我們做一點點事 這間旅行社下午都公佈 免費派1800個日韓口罩 給香港人 每天5個 國神市亦都公佈 和機構合作 免費供應口罩給安勞院社 有先電視記者 麻煩請報導 一手掌握 友善新聞 文